记住,射球的感觉,我们经常说上下,上下 你要把它连成一个动作,我们就是压,是上下一起做 不要断开两个动作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Pui,很久没有拍教育片 因为之前说过,阿豪因为工作关系,要离开我们 我们今天就有一位新的学员,Mathiel,是鞋子 以后你会看到一些很贵的鞋子,他会穿出来 今天他很低调,Mathiel本身是多少岁?27岁 看起来很敏红,看起来很敏感 Mathiel27岁,但他也很厉害 他已经断过一条十字引带了,断了哪一脚?右脚 右脚,他刚刚做完手术,多久了? 10个月左右,10个月左右,正常 9个月就已经是接近完全康复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他就可以做更多的训练 怎样学下怎样用核心 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接近体力型,冲撞型 和一个籃底容易得分的球员 射球就一样,以后Mathiel也会陪着我们拍教学片 好了,今天我们先看看Mathiel如何射球 看看他身上的问题,是不是和大家的问题一样 就可以改善你的射球 还有学习一下,在射球里面有什么是会做错了 因为Mathiel射球的时候不够稳定 Mathiel射球都有几个大问题 在一般其他人身上都会产生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由Mathiel亲身示范一下 准备,球 是,进的,好像比阿豪勁 再来,继续 结果第二球就已经很飘化了,继续射球 对,球 对,射球 好,好 现在暂时四中二,我们再射两球看看 球 好,最后 对 好,停 好,顺便说一句 常常 有些没有人说 我不让阿CM示范的 其实阿CM的腰 最近弄傷了大约半年 所以他不是很能移动 所以他今天都说是不能移动的 待会尽可能他移动的时候 我们让他试一下 我们说了Mathiel的问题 你刚刚会看到 有一个,他射球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球是超级高的 对不对 再射多球 对了 这个撞板入球 亦都是他经常性在中间出现的 通常45度以下他出现不了这个撞板入球 因为飞走了 只不过他在前面 是有一块板帮他挡住 为何他会射到这么高呢 这个就是我经常性说的 不要用到肩膀的力量 他看似是向上射 但是他和吸拉是完全没有拉伸的 因为他现在就是有压 但是一举上来的时候 就开始用肩膀推 令到那个球很高 对不对 就很难控制了 这个就是整天说的那句 不要用手的力量 你记住其实呢 如果大家有看最新的课程 我们射这球球呢 是吸拉 正常的脚是可以不离地的 但是并不是用手的力量 我们其实都是脚的力量 你就是没有了这个脚的力量 压上同步 吸 没有了那个 这个也是Mabry现在最大的问题 因为当你没有吸 身体不同步 即是球和手和脚 并不是同一个力量方向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很容易产生了 用手的力量 用肩膀的力量 推走那个球 然后肩膀的力量太大 那个球是向上出力 令到你的球没得拉 记住我们吸的力量 是整体向上 那个球是黏住你的手 是同步 明白 明白 我建议Matthew是这样的 记住one motion的头篮 我们不是不停 而是一起手就不停 但是你接球这一下 你怎么都会停下 你记住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是停 上下 明白 是停了先 刚刚反过来 你是怎样呢 你就是 一二去 刚刚就是这样 你试一下一样东西 第一 一整天说就是押 刚刚的Matthew是走 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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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 你应该是这样 Development 你应该是这样去打赢球 说明 你应该是这样去打赢球 你应该是这样去打赢球 试一下先压了 然后你是这样压停了 停 准备 停 错了 你看到你刚刚走两步 就已经不是压了 准备 升起个人 脚肘来地 升起个人 你要重心先提高的 压下去 然后吸拉 都是推出去 都是推出去 第一 右手的力量是不用向上的 右手基本上只是向下 要是你用右手一向上 你的球就会用肩膀力推出去 记住大部份的力量是左手升上去 再来多次 停 又走了 再来多 压 左手上 游少少了 游少少 再来多球 再来 压 停 这个推了 第二 就是这个问题了 也都很多人有这个问题的 有很多视频都会说加速会令到力量大增出手的时候 也都是令到球更旋转 有没有听过 有 有的 你有看 因为他都经常看很多教学片 是的 一定是的 会大力了 但是 头衬是要用一个 准确的角度 刚刚才 不是特别大的力量 所以你不会见 Kurvey 在他的头衬姿势里面 会有突然加速的感觉 你就有了 你就是这样 压 然后 突然加速 你就有这个感觉 所以你就很难去控制那球 如果你玩开 有玩个弹床或者坐瑜伽球 你快极是有个谱的 你没得突然间加速 一加速那个就不是核心的力量 一定是肌肉力量 你记住 我们瑜伽球 最快就是这样 你不能再快下去 因为他一定有下上下上 什么时候会没有下上呢 就是你用力推 你就不会有下上 因为你站着都推得出去 其实 明白 你一用了肌肉的力量 你就会射个球 法力方向 整个都是向前冲 整个都向上冲 所以你有力向上的 但是下来的时候就飘的 所以你的落点永远都稳定不了 记住 不要太快 我们一定是一个弹力 你要感受力量 压及压及拉 我们什么时候加速是 不是拉那一刻 我们会加速 不是上那一刻用力加速 你是要射到很远 还是你要射入球 从头到尾 我都教大家 我们射球 不是要入一球 要是很稳定 射十球 入十球 射二十球 入二十球 是我们的目标 明白吗 我们要连入 原着 让他射到肌肉 按到腿 然后再有位加速 按下腿 找到肌肉 然后再按下腿 切成一段 然后再按下腿 做济段 底法力, ankle,我们的脚腕法力,记住压脚腕,压脚腕,压脚腕,再来,油一点点,球压,好一点了,好一点了,问题在哪里,你没有拉下去,记住,射球的感觉,我们常常说上下,上下,你要把它连成一个动作,我们就是压,是上下一起做, 不要断开两个动作,明白吗,试一下,是压,这样的感觉,准备,压,这里压,不是用大腿,不要常常用大腿,go,好一点了,油一点了,试一下一样东西, 把手拿球的时候,不要拿前面,拿顶少少,左手低少少,准备,go,对了,good,拉到下去了,再来,拉下去,向下拉,不行,你拿了球前面了,刚刚接球的时候,你拿了这里,你拿了这里的话,它就会突然间的力量脱手,记住,我们是压下去接球,再看一次,我们的手在上面,压下去接球, 拉,拉下去,明白吗,记住,压下去,再来多一球,是,good shot,good ball,再来,对了,来一球,波,起来,对了,good,再来,波,压,不行了,左手开始没力了,记住,刷,不行了,这个用肌肉了, 你看,你有没有用了脚换呢,是不是,因为呢,Matthew本身经常做健身的,他呢,跳呢,一般都是用大腿力量跳的,你刚刚用大腿力量,记住,如果你跳那一下,不是用脚换,而是用大腿的话呢,你射球跟着就会用肩膀,明白吗,记住,我们是要用 用肩膀的力量,然后拉,拉,拉下去,向下,OK,你记住,你整个身体向上的了,右手只向下,记住,旋转是怎么产生的,两个对立的方向,ready,go,对了,拉下去,good shot,再来,再来,波,压,停,好了,接着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他, 他,瞄准不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波,身体,并没有整一条直线,如果你是想,one motion准备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必须要,轻微側身,大约25到30度,记住一样东西,用大腿的中间去瞄准,刚刚,他有側身的,肩膀有分前后的,你记住哦,我们射球要准备的话呢,胸呢,右胸,要比左胸前, 不要扭腰,右胸比左胸前,你可以用这个方法的,我们接球的时候呢,你可以,向后压一下,你右胸呢,就一定比左胸前的了,再看多次,因为你左脚,后压了嘛,你就一定是直的了,波, 左脚,后压,你右脚,是一定是直的,是了,这个你就证明了你是重心中前了, 记住,我们是这样,你可以这样,你立刻就可以扭下来,拿起右脚,后压,OK,后压,是了,试一下, 拿起右脚,后压,吸拉,是了,再领,这个就是第二个大问题了,go,是,good, 这就是第一个大问题了,这个就是第二个大问题了, 现在这个是多少,最大问题做组织的大问题, 点击多小时候,你没精神的情况下, 你们不不可以把这种问题硬朵点和人物感的是第一个大问题, 但是这太一样,每个大问题都不要玩, 那么多小时,你满毛的时候,你会把这种问题了, 说出来吧,可以做出来, 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吗,但是我去做一个基于费这种小时, 你们能够做这个事情吗? 这种那种有点大问题嘛, 我们看也可以做一个功能够, 感谢观看